又是一間很多小問題的酒店 我也不知道如何評價 Hello Everyone 我是小SUNNY 多謝大家再度收看《窮人爆房》 經歷完上一次的五星級酒店之後 我就突然心血來潮想嘗試一下附近的酒店 於是我就很迅速訂了這間酒店一晚 這間酒店又是位於尖東區域 距離地鐵站出口只是大述海五分鐘路程左右 食肆酒吧一樣是一應俱全 其實這一區的方便程度都沒什麼好說 更因為疫情的關係 以往尖東區域的交通擠室 和人流爆破問題基本上都沒有再出現 而我這次很幸運 在第一晚入住的時候 就升級了做家庭套房 於是我馬上就訂多一晚普通房做對比 前後一共是入住了這間酒店兩晚 所以我這次是會大小房一起介紹的 經由酒店Apps訂房 基本房間價格大約為港幣400至500元左右 家庭房間就大約為港幣500至700元左右 價錢相差其實不大 不過兩間房的面積其實是一樣 只不過家庭套房多了一張雙人床 對於這一點就要看大家的需求 看房間 先由家庭房間開始看起 官方報家庭房面積大約為28平方米 正如片中所見確實是均均均均 房間空間感絕對充足 家庭房間設有兩張雙人床 不過兩張雙人床都只是普通尺寸的雙人床 不可以說有什麼特別 浴室空間一樣寬敞 還有我最愛的浴缸 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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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和家庭房一致 不過因為只有一張雙人床 所以空間感更加充足 雙人床依然是普通尺寸的雙人床 舒適度合格 浴室的設計也和家庭房間一模一樣 所以兩間房基本上是真的一模一樣 眨眼看兩間房算是不錯 不過可惜事實就是充值著很多小問題 在入住的時候大家就要注意了 不是有關的 就是我們家庭房的邏輯 我們家庭房間也有一次 在炙燉是很好的 小料酒的化妝 你不太得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SUNNY 又一次和大家分享我的入住感想 請多多指教 首先, 我要分享一下我對這間酒店的第一印象 這個第一印象好玩, 因為真的很嚴重 原因是隔壁那間酒店正正是我上一段影片所介紹的那間酒店 可想而知, 隔壁的酒店和這間酒店的價錢是一樣的 都是大約400元左右, 但隔壁是一間五星級的酒店 被他按住來打, 都已經是正常的狀況 但我猜不到是去到這麼嚴重 因為我在第一次Check-in的時候 那時是廉價的日子 還要排隊, 但也不久 十多分鐘內就可以了 去到昨天我來Check-in的時候 只有我一個人Check-in 好神奇 我都很久沒有住酒店 另一件事就是, 這間酒店的聲數評價 在酒店推介網上是有四星的 但我住在這間酒店是屬於三星到四星之間的酒店 為何這麼說呢? 兩間房都發現不少的小問題 先由大房開始說起 我們第一個發現的小問題就是 它的燈位, 不論是台燈還是地燈 都是有生瘦的痕跡 是一些小斑點的生瘦 最大的問題是莫過於廁所沖刺位 它沖刺的按鈕是生瘦 後面的位置是發霧的 按下去是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如果大家有一點潔癖的話 我相信不是那麼好的 另外它的門口教位 都是有一點點問題的 當我開門關門快一點點的時候 它的價位有點凹下來 是會撞到的 我是開不了到門的 之後就跟大家說一下 細房的一個比較大的小問題 就是它的浴缸去水 是會有回籠的現象出現的 平時沖洗澡沖 它是不會有回籠的現象 因為水量比較小 但當我開了一大乾水去水的時候 它廁所的位置是會回水上來 令到整個廁所位是濕透的 幸好它的廁所是有駁口的位置 可以擋住水不會令到外面滲透的水 以上就是我對這間酒店的入住感想和評價 好老實說 400元它對得住這個價錢 但是它的質素 真的只在乎三星到四星之間 看看大家自己怎樣選擇 如果比像我選擇 我想大家都知道怎樣選擇 希望幫到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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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